中美洲統合體 各位會員國政府及人民 習瑞索 秘書長 各位女士 各位先生 大家好 首先我要代表中華民國 臺灣政府及人民 向中美洲統合體這個大家庭的所有成員 表達最誠摯的祝賀 中美洲統合體自 1991 年成立以來 積極在民主安全 經濟統合 社會統合 危機與氣候變遷管理 跟制度強化等議題上推動整合 致力為中美洲人民開創美好的未來 經過25年的經營發展 成果是有目共睹 臺灣和中美洲有共享的價值 也有一致的目標 在統合體成立的隔年 也就是1992年 我們設立了中華民國與中美洲外長混合委員會 參與中美洲統合進程 並且在2002年成為統合體第一個區域外的觀察員 過去25年來 臺灣和統合體合作執行的計畫超過了120項 包括農業 漁業 教育 環保 人權 中小企業 以及富有權利等領域的能力建構跟永續發展 臺灣能夠伴隨中美洲統合體走過成長的歲月 對此 我們感到非常榮幸 未來 我們將持續秉持 踏實外交 互惠互助的原則 跟中美洲統合體繼續合作 共同向聯合國2030年 永續發展目標邁進 我們也期盼中美洲的朋友們 秉持自由 民主和人權的共同理念 在國際上繼續支持臺灣 讓我們做彼此的後盾 我們特別提到中美洲統合體的新任秘書長習瑞索閣下 在就職之後 在以中美洲的人本精神 全力推動統合體年輕化的目標 相信一定可以為統合體注入更多的活力 我相信 在各位的努力之下 中美洲統合體將會邁向新的境界 為區域締造更長遠的繁榮 為民眾帶來更幸福的生活 最後 再次在這個屬於中美洲統合體友邦人民的日子裡 祝福大家 也祝福我們的友誼長存 謝謝